孙鹏的儿子孙安佐 从美国回来后目前就读能人家商表演戏剧科高二 现在更传出孙鹏也要从演艺圈进军校园来当老师 被外界推测是不是打算自己的孩子自己叫 不过校方解释 的确有跟孙鹏夫妻接洽 不是当老师 而是预计请他们一个月来做一次演讲 分享自己的演艺圈经历给台下学生 孙安佐11日开始进入能人家商表演艺术科高二就读 许多同学看到他都很兴奋 就连老师也PO出合照 夸他是才华洋溢 很nice的孩子 而下面的留言处也写到和孙鹏 迪鹏打破招呼 他们很随和亲切 还透露孙鹏会到能人方表演艺术科上课 似乎是透露着孙鹏已经和校方有了接洽 能人家商表演艺术科主任陈红玉 是属于比较像大师讲座的部分 然后是分享他们在演艺圈 这些年的一些过程 跟我们小朋友做一个经验的分享校方透露 孙鹏和迪鹰将会轮流到学校来做演讲 以一个月一次的座谈形式 来跟学生分享自己在演艺圈的经历 不是真的聘任为学校讲师 是义务演说 不拿薪水 预计三月就会请孙鹏来到学校做第一次的演讲分享 到时候儿子孙安佐也会坐在台下 听爸爸上课 孙安佐BS小玉 其实小玉 我平常看你影片觉得不行 你的肉量应该要增加 现在孙安佐除了上课之外 也当起YouTuber靠着结实身材带着网红小玉健身 现在传出孙安佐一则夜配文就可进账20万 远远超过老爸孙鹏的一级主持费5万 如今父子同时进入校园 或许也是有意将孙安佐培养成接班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